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 仅依靠蔓延出门票获得收入近20万元 这样的事情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老达堡距离蓝塘县长42公里 地处边远山区 今天当我们的汽车行驶在通往村寨的小路时 我们感觉不到即将到达的地方曾经是一个十分落后的村寨 老达堡的村民用拉护族传统隆重的洗手礼迎接我们 并且由村寨的长者为我们积赏了象征在太阳和月亮的祝福线 今年50岁的李时开是演艺公司演出团的团长 我们找到他时 他正在与村民们一同排练拉护族的传统舞蹈 卢生舞 卢生舞主要是通过腿和脚伤的动作来表达意境 动作并不复杂 但每一个动作都代表了一个劳动的程序 零地 再往下呢 下面是弯地 对 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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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浪场 洞场嘛 堕场 对 冬场 吃鸥嘛 是逢酒 逢酒 对 那后来呢 这个动作是风吹骨子岛 哦 这个动作是这么 风吹骨子岛 对 那整个你这个舞蹈都是劳动的一个 对对对 生产生好劳动发明 李时开要请我们观看老达宝演艺团队的表演 全债473人 人人能歌善舞 他们把民族历史日常生活统统搬上了舞台 凭借这些原生态的歌舞表演 老达宝的村民走出了深山 走出了云南省 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录制现场 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表演舞台 老达宝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受邀参与的演出也越来越多 人们的收入增加了 村寨里的环境也发生了改变 以前咱们这个寨子里面这个路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 以前路是土路 牛屎太多了 牛屎就在这 对 当初的牛屎 你看现在是 石板路了 石板路了 对 那你认为这个路是怎么修来的 这个路是这样吗 我们能担保唱歌 还有跳龙 还有跳舞 唱居然的 唱居然的路 就是因为你们会唱歌会跳舞 是 就是给你们修路 对 是吧 对 现在这个路可比以前好多了 哦 这个路是现在是 是这样吗 你看是这样就没有问题吗 下半月是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可以闭着眼睛走了 我手上拿的这三根竹筒啊 是拉夫族传统的民族乐器 名字叫做列都嘎 表面上看呢 它的区别好像并不大 实际上作用差别非常大 比如说 这个最短的 它上面有四个孔 它的作用呢 就是驱赶小鸟用的 稍长一点的 这个有五个孔 它就是放牛用的 最长的这个呢 有六个孔 是拉夫族青年 向心爱的女子 是爱用的 具体它的音色和曲调又是怎样的 我要请拉夫族人 为我们做具体的展示 是这样 他听到他喜欢我 他说小麦听着 一步一步过来了 是这样子 我把您去展示一下 现实生活当中 你们是这样的谈恋爱的吗 当时 是你吹笛子 然后得到了回应吗 对 我听到他听到他回应我 真的是这样 无论生活中还是舞台上 老达宝人用自身特有的艺术天赋 展示着他们的快乐生活 观众朋友 您好 欢迎收看走遍中国 今天来到演播室 参与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是云南省普尔市委党校教授 作家黄燕女士和民族文化研究学者杨文康先生 欢迎二位 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快乐的拉夫族村寨 但是我想他们在对外界敞开大门的时候 好像我看到他们手里拿的是一种西方乐器吉他 这会不会也说明了是他们在受外界文化的一种侵扰呢 他们唱声部拿吉他的这种文化现象说明了 他受一定的外来文化的影响 但没有改变他们的民族文化的本质 恰巧说明了拉夫族的文化的包容性 因为从历史上说 他拉夫族是个迁徙的民族 迁徙一多了 他要适应各种生活 各种环境 那么就各种文化 他要包容它 拿刀堡这个地方呢 他是信基督教的 然后用宗教方面的音乐 也来唱我们拉夫族的东西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原有的那个拉夫族的那个曲调 会不会就慢慢慢慢的会被变淡 就甚至会消失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拉夫族他 这个老达宝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把那个教会的合唱方式 声部的组合 用在了拉夫文化上 他们很独特的一种传承方式 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比如说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唱低声部的 唱这个声部的 那就我交给我的儿子 也就是这个声部 我儿子再交给他的儿子 姑娘也就是这个声部 那大家 家族传承 对一家一家的传承 没有必要更多的排练 几家人全部人在了我们一起 一起起一个音 全部就来了 就活生自然形成了 我听我们采访回来的记者告诉我们 说这个老达宝以前的时候 有一个艺术团叫雅厄 然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说现在是成立了一个演出公司 那像这样是不是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商业化的云作模式 是这样的意思 那这样的模式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自己其实觉得吧 个人认为还是觉得老达宝艺术团更接地气一点 我觉得他老达宝之所以快乐拉呼 快乐唱歌 他就是接地气的 就是大地上的生长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边地灵性的花朵 这个灵性如果被这个演绎公司 这样的很有商业韵味的词汇来嫁接了 我就觉得我心里面有一点隐隐的担忧 这些公司化运作的话 这些老百姓 他们自己的管理啊 能不能就是对现代公司的这些各种运作方式 杨先生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跟我们黄教授想的还不完全相同 他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总的趋势来说 他大方向是对的 老达宝现在他搞成公司也好 搞成什么不管 就是他把自己的服务 用商品的方法 我服务给你你给我钱 那么这个市场化应该说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的一个必然的趋势 那么如果是公司化运作之后 把这个可以说大地上的灵性生长推向了市场的话 我觉得人们的纯朴的内心肯定会有一些冲击 肯定会有一些碰撞 我就担心这种碰撞会给我们很纯朴的拉护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对的 我觉得这种碰撞就正常了 好 关于这个市场化所带给这些村寨的影响 我们呢 接下来看过下一个短片之后 我们再继续讨论 下一个短片也是咱们少数民族面临市场化的一些选择 来一起看 今天是2013年12月20日 哈尼族人传统的新年 一大早 普尔市江城县的哈尼族人 就敲起锣鼓 拍起整齐的队 用轻快的舞步 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 喜庆热烈的气氛 感染着从这里通过的每一个人 不善舞蹈的记者 也随着人群跳动了起来 每年的12月20日这一天 哈尼族人会把精灵团笼而来 祭天地诸神 共享丰收古诗 久而久之 当地形成了新年吃团笼宴的习俗 江城县位于云南省普尔市的东部 当地的哈尼族学会 每年都会举办团笼宴 不同的是 这一次将举办地设置在来 中国与越南两国的交界处 邀请到越南老挝的哈尼族亲友 一起参与敬祝他们共同的节日 节日上 哈尼族人会用杀猪的方式来祭祀审礼 同时 哈尼族默批 也会通过观察猪肝上的各种细节 预测未来的己胸 这个是人取兴旺 我们哈尼族这个人取兴旺 就是组织全部都很好 你看都饱满 这个档也是比较忙 这就是说我们来年会付与分收 这个如果说档不保 就是来年就不分收 是这样的 是这样 与过年杀猪一样 制作糯米粑粑 也是哈尼族人过年必须做的事情 我现在正在做的这项工作呀 叫做冲巴巴 巴巴是哈尼族的传统食物 我的理解呢 就是把蒸熟的糯米 经过反复的锤打 最终变成糯米饭团 当哈尼族人吃了这个巴巴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哈尼里的新年到了 冲巴巴的过程 对制作者的体力要求很高 一般需要最少五个人以上 才能完成 年轻人通常负责踩压踏板 而最具技术性的 托巴巴的工作 则有年纪大一些的人来负责 这个一个呢 这个冲巴巴的人呢 他要有一定的经验 然后刚开始冲的时候呢 这个糯米呢 开始还没装到这个冲棍上的时候 冲的人呢 要少用力一些 不然的话 这个粘不到上面的话 就会甩出去 然后这个拖巴巴的人呢 因为每年我们过年嘛 都必须进行一次 然后像比较年长的嘛 他精力的次数也比较多 所以难做一点 一般的人做不了 像我们这年轻的就不能操作 团冲宴相当于汉族除夕的年夜饭 这里不仅汇聚了中国江城汉尼族的美食 同时还吸纳了越南老窝人锅 汉尼族人喜欢的美味 这个就是甘兰山 我们中国这边的汉尼族 特别喜欢吃 过年历史做这道菜 叫橄榄生 橄榄 用橄榄的树皮 加上猪肉 或者是牛肉 或者鱼 什么都可以做 这是老屋的风味 老屋的风味 它主要是炸那个牛皮啊什么 这是树的树 荤菜就好 这是桑榄和棧水 这个是越南这边的特长 香巴果 香巴果 野生的香巴果 对 用它做出来是什么味道 一种很香很清香的 它起到修营的作用 老北京 我们汉尼族都比较喜欢 特别越南这边 它有生产 也喜欢 在中国 越南 老窝三国交界处 来自三个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 一起舞蹈 一起放歌 共享美食 让今年的汉尼新年 充满了更多团笼的味道 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短片说的是哈尼族的一个传统节日 但是我们都知道哈尼族在过他们的这个新年的时候可能一般是吃长街宴 但是刚才我们短片当中看的是团笼宴 我都知道长街宴传统意义上来讲就是外来的客人如果这个时候来到了哈尼族的寨子 我们是建筑有份都可以吃的这个团笼宴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传统的团笼鼓宴都是这样 应该也是这样的 非常热情浩贵的 但是我听我们的记者说他们拍到的这个团笼鼓宴好像要收160元的门票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两位专家有什么样的意见 我不赞成 不卖票我就要踊跃去参加 而且我还要可能还要送东西送钱给他 是吗 如果他在大街上卖了票 我就都不对他 因为这个团笼鼓宴 它是个鼓宴 是吗 它是一种聚餐聚会的一种形式 形式 那么你用这种形式来卖 卖钱是我觉得这个文化 这个不应该卖的东西就卖了钱 你定性怎么定 如果是餐饮业 很特色的那些餐饮是可以卖的 因为团笼鼓宴 这个实际上最本质的它的特征 更主要的内容是它的习俗 这样一种民间的习俗 因为我们汉尼族呢 首先是热情好客 但是在团笼鼓宴或者是长街宴里边 它还贯穿着一种民族的那种原始共产主义的那种精神 所以是在这个节庆的时候 哪怕你是来自十里八乡以外的外来的客人 只要你踏进了碰到了这一页 你就可以坐下 高高兴兴的来做客 高高兴兴的 你摆起面后来买跳 多少钱 你看 如果要产业化的话 不可能一年四季都跑到这个村子里边去 大吃大喝的是吧 离开了民俗 它就没有太大的 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大的旅游景点里面 吃饭的一个项 单独作为一个体验项 可以的 可以的 很自然的进来体验了 就行了 那我就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急于要把团龙古宴产业化来进行收费 我觉得是不成熟的 如果是在一个节庆当中 比如说我们江城每年的丢包狂欢节 他嘉宾都来了 总是要吃饭的 那以团龙古宴的方式 也传承了我们的文化的那种传播 快乐的传播 那么这样的时候 他是在城里边举办的 那参与者呢 出一定的这个钱来支持一下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认为是这样 其实有些文化活动 在做到商业化的时候 有人会选择收费 有人呢 也会选择不收费 我们再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我现在拉着的这个叫做水牛 在云南的梯田里边 水牛是帮助人们耕作的 最好的一个帮手 不过今天我拉他出来啊 可不是来请他来干活 在云南省的江城县 有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一定要请水牛来帮忙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我们一会一起去看一下 这是在做什么 要举办水牛参加的化妆舞会吗 其实这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的采牛大赛现场 参赛的选手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在水牛身上完成作画 评选的标准 不仅要看画的内容 色彩 创意 最主要的是 能否与水牛本身完美结合 因为采牛比赛的冠军 将会获得十万元的奖励 所以比赛吸引了普尔市各路绘画高手的参与 陈启复是普尔市宁尔县文化馆的一位退休人员 她的画作曾多次参加全国性画展 在已经举办的两届采牛大赛上 她的作品分别荣获冠军和亚军 尤其是首届采牛大赛中的作品 共饮一江水 被主办方称为至今无人超越的采牛画作 越南这边的这些女人大部分都穿拖鞋比较多 我们就实际上试的时候在牛身上也是画了拖鞋 结果后来我拍了照片以后 把照片在电脑上面一看 后面刚好有个酒跟 刚好有点像高跟鞋 所以各位有点条件方式 刚好不是把那个鞋的话 那个拖鞋的话改成那个高跟鞋 其实还更生动一点 就这样一幅可以走动的画作产生了 人们为画与水牛的完美结合 欢呼喝彩 刚好走起来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在走路那种 刚好出来的时候就是一动 大家都感觉到很兴趣 据我们了解 在水牛身上作画 难度要远远高于在画纸上 因为水牛的毛不容易上色 身体凹凸不平 活动的水牛也不会听从画者的指挥 单就一根牛尾巴 如果处理不当 画作的色彩也许就会被全盘搞断 既然在水牛身上作画有诸多的难题 并且画作又不能保留 那么为什么要举办采牛大赛呢 我们刚才看到了这种 我觉得应该可以称为叫做牛蹄彩绘 我想先问一下黄教授 为什么会要在牛身上作画 这是怎么来的 这个在江城的这些少数民族中流传着一个比较古老的故事 说那个时候江城这个边地嘛 因为森林茂密猛兽出入的非常频繁 所以呢家里边的牛啊羊啊经常被豹子老虎给叼走了 有一次呢下大雨好像一头牛呢就跌到那泥塘里边 泥塘那红泥土的话就把它的整个身上给染红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好像一个猛兽从那个山林里边突然朝这牛扑过来的时候 这个牛的一身红就把它给吓住了 所以老百姓的故事里边有这样一个由头 我想再问一下这个牛身上他画的这个颜料是用什么做的 会对这个牛的皮肤或者对他的身体有伤害吗 他们是一般他们都是用丙烯这种颜料来画 不会有什么伤害 这个牛的话他几天以后可能就保持两三天以后吧 他有时候到泥塘里边滚一滚啊怎么样的慢慢就退掉了 那这些牛都是从哪里来的 各乡镇还有越南老我都参加 他们都都都都愿意参加的都参加 因为他奖金高啊 一般这个牛的主人他都要跟着 你们看到有一个人拿一直都是牵着牛 牵着牛然后用那个草啊什么的 呃为他挠着痒痒 那牛很舒服他不会不会撒野的 呃只不过有时候画画的时候给你拉个粪便啊 呃这样情况倒还经常发生 那您觉得这种做文化市场的方式 他的可取点在哪里 我个人认为他们是想通过这个东西 这这种方式这个项目呢 来这个扩大这个江城的这个宣传力度 然后呢吸引眼球 呃更多的是要吸引人们对江城的关注 人们对江城的这片土地 这片呃一城连三国的这么一个美妙 应该说是非常美丽的一个边境小城的关注 然后呢更多的是能够招商达到招商影子 或者是推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目的 其实不管是蓝仓县还是江城县 它都是在云南省的普尔市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 刚才两位嘉宾一直在强调就是 它是一城连三国 可能出现的这些文化市场化的现象 会引起我们的争议 但是在这样一个思想比较活跃的地方 出现这样的现象 或许带来的就是将来 三国之间的目的友好和边貌的繁荣 好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讨论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